各位网友大家好 这段时间大家都很郁闷 新冠病毒疫情在大陆越来越解围了 越来改善了 但是呢这个疫情到了欧美是越来越严重 大陆有它的条件 最重要的大家同心协力 一起来对抗疫情 所以有非常好的效果 大陆在过去二十多年来 不断的努力 不断的成长 但反过来我们来看看台湾 台湾在这次疫情里边 开始是嘲讽大陆的这个遭遇 现在呢又跟着美国 在那里说三道四 那我这几十年来 从事一政治工作 我是非常感慨的 大陆为什么这样的进步 是因为它的制度 不是选举像台湾一样 选举呢人才出不来的 制度跟所有的行政措施 也无法贯彻到底的 大陆是因为有政治协商 所以能够在这二十多年来突飞猛进 台湾的问题是选举 因为大家都变成近视眼 目光短视 只求选赢 选赢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所以没有像大陆有五年计划 台湾只要选举时候 能够骗得了一时 就可以混四年 这就是台湾的问题 那我们看看最近 跟我当年选上 那完全不一样 当年刚开始举办这个选举制度 大家都寄以厚望 所以选民非常在意这一票 大家希望优秀的 有内涵的 有能力的 能够出头 所以当时我跟赵少康 黄建轩 很多 甚至包括陈水扁 谢长廷 他们也都很优秀的 相比于现在呢 被选上的这些 就是都是一个弱智的 现在几个年轻人 只要敢乱骂 只要有胆量 胡说八道 他就可以选上 这就是选举制度的问题 因为每一票 每个人抓在手里 那么这些选民 很年轻 他哪有什么样的历练 没有 他很容易被怂恿 很容易被牵动 所以你像最近 台湾选上几个年轻的 进入到立法院 表现 大家 不以为然 甚至于 批评的很激烈 可是没有用 因为他们还是选上了 他们说了些什么呢 说台湾现在有健保 这个健保要养十四亿 我说这种智慧越来越退化 大陆 一国两制 大陆的制度跟台湾的制度不一样 台湾交健保费 还是台湾的乡亲们 去分享的 那又有一个弱智的立委说了 说现在可能情势很紧张 可能有冲突 那他又不愿意当兵 就提议建议 请香港的年轻人 来当兵 来做用兵 那简直是 自己没有胆量 结果呢 要把香港的年轻人 拉过来 像这些弱智的言论 我们听了以后 我不晓得 我们是感慨了 我不晓得大陆的网友们 你们会不会笑掉大牙 因为台湾这种表现 不是民主 是民粹 不是进步 是退步 所以我今天 要特别 要提出这个问题 因为 在台湾 过了 好风光也过过 当时四小龙之手 现在 越来越 击落 已久 那么在 大陆的朋友 其实 网路上 很多说 武统武统了 我看这个 根本不用 自己会把自己 搞垮掉的 我们不信 拭目以待 看看 看看 再这样下去 台湾还有什么 未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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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